本节目由新时代超跑利器 哈佛H6S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Jordan品牌赞助播出 我们也特别期待强的对手 来吧 格兰缓开对方 三分命中 赛点球 李耀强最后帮助考核官 打进最后两分 获得最终胜利 李耀 恭喜考核官厦门大学获胜 凶手爆扣 爽鬼拍门 把球盖下 恭喜CBA副手者联盟 这次我们这就是灌篮第四季 海选阶段正式收官 马上进入分班环节 上一个海选的赛段已经有六位球员分别和各位的队伍进行了绑定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下一个赛段的分班环节 那首先我们每一组将会进来三位晋级的球员 如果有超过一组的教练组想要他们的话 那将会有这位球员来进行反选 如果说只有你一个人想要这一个球员的话 那他直接加入你们的队 也许你不能选到自己的第一人选 但是在这一轮当中一定会有球员进入到您的队伍当中 那个分球队的赛制挺好的 把强的主可能都打乱了 我觉得这样会更均衡一些 确实是打一些比赛会更加的激烈精彩 我们想玩快乐 玩防守 我们想制作容易的机会 玩防守 选业规则确实跟往年不一样 我会觉得这个实力会很平均 所以对于结果来说真的是说不准 首先要进行分班的 是我们三个赛道的九位考核官 首先有请曹芳 杨正 白晶 杨正呢 杨正在大家的心里 别 杨正拉肚子了 挺严重的 五分钟上了四趟厕所 是正经说的吗 没有 他走了是吧 他走了 走了 但是他已经告诉我了 他想选谁 对 好 各位可以开始发言了 我觉得曹芳来说 对于自己的投篮来说 还是他的优势吧 球打的比较多 然后他来了以后 我们后位位置就是 有了很好的保障 我有了解过曹芳 关键时刻还是挺大心脏的 想把他招进我的球队 白晶能力很强 我比较喜欢那种 不太爱说话 但是闷声干大事的那种人 你们 别 年长的些发言 欧老师 你把这好的机会留给我了吗 真的吗 那我们就当仁不让了 好吧 我们这组选曹芳老师 好 现在我们看看马布里教练 你们队友要抢的吗 还是直接认领杨正 你没有 我们的一位 我稍微等 等一下我跟马教练稍微沟通一下 不 不 不会这样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你打5分5 这会有一个不同的游戏 不会像是 只要打球和打球 你觉得太矮了 不会这样 打球和打球 你希望能够做两个东西 我知道 曹芳 开始是想把他招进我的球队 但是马知道就比较坚持 用白晶 我希望把他招进我的球队 我希望把他招进我的球队 他必须选一个 还没订完 早就快订完了 浩浩准备好了吗 他很纠结 我说还是你说 我说 你说 白晶 现在有两个人要白晶 也就是说意味着 你们跟曹芳已经绑定成功了 另外两组看谁能把白晶纳入自己的麾下 另外直接带走杨正 白晶 来到就是我的球队的话 你绝对是一个先方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们来到我的队 你可以玩到1 2 3 你喜欢任何位置 其实在战上来之前 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我选择马布里战队 马布里战队 欢迎 恭喜白晶加入马布里教练的球队 我们也恭喜杨正加入朱芳宇教练的球队 我是一个得分后卫 马布里也是 希望能从他那边学到 哪怕一点点 就是多多少少一点点东西 当我选择球员 我选择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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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这里来赢球员 赢球员 我们有请下一组的三位球员 米兰 戈登 和李耀强 我们主要是想确定四五号位 当面临外国的考验官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这个是比较抢手的一个位置 国际队的考验官真的名不及时 他们用所有的三为三的比赛 证明了自己国家队赔练的实力 戈兰在考验赛里面作为考验官 他是球队的大脑 然后他的外线的三分 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那现在我们各位可以开始发言了 我要 我要 戈兰 啊 啊 我们爱你 罗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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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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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像猫 大咪 大咪 那个 鸡 我爱你 兄弟 我爱你 米兰 如果你们来到我们的队里 你们会在中心 米兰应该是在所有考验官中 内线应该是最扎实的 米兰 我们需要你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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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中国 母亲 中国 中国 我们 也同意 我们 我愿意 我愿意 可以 连聪明 地 外国 来 一个 帅 战 我们 我没再消失了 你会跟你的开场 我们必须有在海浙言在那 copying你的开场 没关系 没关系 工修 我要选择 humbled 那也就是米兰加入到我们马布里教练的球队 格兰恭喜加入到我们珠芳宇教练的队 也要恭喜我们的要强加入到郭爱纶的球队 最后还剩下三个魔王 是一个什么样的归属 我们有请黎一阳 装战齐浩童 马布里肯定想黎一阳 是吧 黎一阳是大家都公认的 就是她是一个 很有实力的一个队员 不管到哪个球队 她的作用都是非常核心 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做了一点 小小的调整 三位经理人同时说你们想选谁 看看有没有撞上的 好 可以吗 3 2 1 黎一阳 黎一阳 他们怎么老跟我们抢 这边对老是跟别人抢人 齐浩童没有人要 齐浩童没人要 我们更多的其实是 希望成功率 就是我们选的人也会选我们 这样的话成功率会高一点 来 我们这组拉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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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已经很简单了 你是组织后卫 他打的也是组织后卫 太多了 太多了 我们球队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组织后卫 我给你教了很多 黎一阳是我们最早盯上的球员了 我们一开始就想选她 我们可以说了吗 可以了 我们可以说了 我想跟你说 我们第一场看你打比赛的时候 最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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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唱一首 唱起来 唱起来 我又始终有乐趣 不相信会全忘 不敢过多长趣 最猛猛的警察 每日片面争取 把妈的风与泪 把自己的生意在 所有故事 整一发生 表不碎 李一阳是广东出身的 多少对家乡的这个情怀 应该不会差吧 再加上我又是冠军教练 我觉得你能听得懂 对不对 因为心中就已经有答案了 好 那请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朱芳 你在队 恭喜朱芳友好桑可妮 那我们装战也直接加入 马布里教练的球队 我认识是一个打赛 但我认识他从Gwandong 我认识他会选择Gwandong 这不是很大事 这是一部分的 选择球员 考核官选人结束 为了不影响我们后面球员选择 我们请现在所有的考核官 进到各自球队的更衣室 你们也不知道 接下来迎接的是哪个队友 他们也不知道 在更衣室等待他们的是谁 目前为止其实还是顺利的 至少我们想要的人 那两个都来了 两个比较重要的 两个比较重要的 他们对选那俩头也都不错 他挺会选 他会选 那个欧洲人特别厉害 我们看下一轮谁抢人比较厉害 好不好 我们有请下一组的球员入场 凯勒和谷月卓 由于格鲁夫赶飞机先走了 所以待会儿凯勒将会帮他做出决定 我们就是 我们另外一位 现在没有在现场 因为斯坤他们两个是一起的 我们还是坚定格鲁夫 对还是坚定就是谷月卓 那咱们还要凯勒吗 我们不要凯勒 顾月卓 顾月卓 我们可以选择他 对吗 如果他跟我们不来 我们可以选择大人 其实我是有一点小担心的 想首先确定两个位置 一号位或者二号位 教练看一下 还有一个 三个人 我知道 我们不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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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还有 每回他们都很慢 他们一点都不坚决 我们太不坚了 所以我们就是认真写在脸上 有分析 有分析 朱卓一 他们把那个大数据都拿出来了 谁上场多长时间 谁跑多少步 我们不再选择 他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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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在关州 但我觉得我们能争过他们的 等一下 马布里教练现在是想选择他 然后洪明浩现在是想选择他是吧 相反是我们三个比较严肃 而且马布里教练他说话 就是很说一句试一句的那种 然后洪明浩又是属于那种比较严肃 就不太会很快乐的方式 把这事情变得很轻松 我觉得他挺好的 真的 我们加快做决定 加快做决定各位经理人 就当时急死了 我是一直跟马智道说 破音盖儿 破音盖儿 我一直没有组织会位怎么办 他在CDA 他不太好 Keller可以是4-5 但马智道他的思维方式 可能确实不太一样 他说凯勒这样的球员 是我们内线一定会需要的球员 既然我选择了马智道 我觉得我一定要尊重他的建议 后面有更好的PG和SG 所以我们只需要凯勒 好 相信我 相信我 好了吗 好 3 2 1 古岳主 我们先说我们确定的你的队友斯坤在我们这 你要跟你说 没有 我们那个是确定的 我们是贴团的 我不是师傅想让你来 我想让你来 我们就是跟队友一起打球 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而且有默契 好吧 我刚开始来到这个节目 其实我的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 因为我就是 就是冲着艾伦哥过来的 因为我想能够有机会加入艾伦哥的战队 所以说我的选择是艾伦哥和李承哥的战队 恭喜古岳主 加入到郭艾伦的球队 这边收获的是格鲁夫 我们准备迎接下一组等待分班的球员入场 这组没来的那个球员是谁能帮我们说一下 我替那个戈登 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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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走了 没干 没干 是不是个人记者比那个谁更好 比张盛 中度抢了好几个了 好 我们现在请三位 同时给出第一人选 张承宇 他们同时一块喊我的名字 我有点感动 然后我选择朱芳宇 对 因为我是在广西生活有六年了 朱芳宇朱指导也是广西人 我也希望他能和我一块 共建家乡的篮球文化 一定 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恭喜成语加入朱芳宇 欧豪和曾可宜的球队 还有两位球员是 戈登和柳洋杰 戈登能打前锋吗 他那个身高 我们前锋也够 都一二了 这个人还是戈登 所以我们就先拿下锋 但我想选择 我想选择 如果有人在这一轮 我认识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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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两个球队是不是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柳洋杰 柳洋杰 我们这边非常简单 我想给喜欢街球的选手一个机会 而且我相信草根选手 路人王选手 依旧可以打职业的比赛 所以我们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我试试 刚好他非常打动我一句话 就是街头的选手也可以在职业场上去有自己的一番表演 其实我还是很向往去有一个五打五的平台去证明自己 恭喜我们两位球员进入到自己的球员当中 那我们哥东进入到我们的吴爱伦的球队 你们有请下一组的球员 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像张志源这样的一个大中锋的内线去镇守 他能够给我们就是整个球队的这个内线提升很大一块实力 我的选择是 我们的 诸重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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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我们的三位球员加入到各自的球队 志源加入 加入加入 阿德哥 阿德哥欢迎雨凡 康康去往马布里代言您后面好的球队 你们有请下一组的球员 吴兴涅 向志超 温佳龙 恭喜嘉宇孟各自的球队 我们球队也需要受关注 又帅又能打 谁不喜欢 你不喜欢吗 孙海清 关业佳 我先说一句就是 他很像我之前打球的时候 是与众不同的一个球员 非常的想要你 我们想打造一支 是我们自己的中国队 我可以教你NBA 我可以教你CBA 我特别想去郭艾伦他的战队 恭喜加入到郭艾伦球队 阿普 我的选择是马布里教练 恭喜阿普加入到马布里的球队 这次我们的分班结束 各自的队伍已经形成了 在下个赛段 你们将会带领着这三支队伍打内战 那接下来就请各位 去网更衣室来开第一次的班会 我觉得这三个战队谁的实力最强 我们战队最强 朱总的眼光肯定没有错的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 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还是非常的综合吧 我们肯定是第一位 大家好 看到吗 有做你们专属的横幅 作为领队跟经理人 其实能做的不多 球场上主要是靠各位 所以我准备了毛巾 然后妮妮准备了这个卡片 横幅给大家就是加油助威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球队 一定要有这种 属于我们庆祝的一个方式 当我们有球员进球的时候 然后大家可以尽情的举起你的牌子 然后一起做出咱们的庆祝方式 好吗 恭喜我们组队成功 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好不好 好 那我拍 行 来吧 行 这个可以 所有人都找到镜头 一个人都不能少 我把你们帅气漂亮的脸庞都露出来 3 2 1 OK OK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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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赛道排位战 本赛段每支队伍 需各派出三名和九名球员 分别进行3v3与5v5的比拼 赛道球员之间不可互相轮换 3v3赛道轮空拳的归属 将通过经理人与女领队比拼获得 5v5赛道轮空拳的归属 将通过3v3比拼获得 所有赛道比拼结束后 获得5v5赛道第一名的球队 将全员晋级 并且该队教练将直接成为 灌篮寺首支追梦队主教练 组建梦幻阵容 接受专业球队的试炼 大家早上好 开始训练之前 我跟大家同步一个信息 因为三个球队都出现了 就是不同程度的一个伤病的问题 戈篮打不了 我们那个齐浩彤受伤了 我们队友一个球员受伤了 那所以呢 我们三个教练呢 这一致通过就是每一个球队 补进一名球员 欢迎菲利普加入我们的球队 我们要介绍瑞 所以瑞 他昨年在北京的比赛 我跟他熟悉 我认识他 不记得一位非常好的后卫球员 之前我是 几元下大篮球队的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 接下来的这个训练吧 来 加油 加油 好几个队员就是因为不同的伤病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训练呢 只能就是做一个三打三 或者是三打二 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局部的训练 杨队 三对三有什么推荐吗 温家龙也打不了 吴兴瑞也打不了 戈篮也打不了 戈篮也打不了 这个伤病不像是说别的事 这个也没办法解决吗 谁有没有想打三对三在这里边 我肯定是想打五打五 五打五 我也不打算打算 三对三没有五对五来说重要 但是三对三需要有人站出来打 讲一讲吧 啊 what do you think we gonna pick the young kid rapper alex superstar gray i think i think 白 used to play three on three used to play i know but we want him to play 五打五是最重要的 you want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五打五 要的是有伤 要的是位置不合适 大家都不太想打 怎么办 好来 给他们加一些就是燃脂的体能的这种训练 好 嘉练开始 我们要完成三百千卡的那个任务 加油 加油 5秒 5秒 进去做 加油加油 280了 380了 300千卡 牛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球队经理人欧好 篮球 是英雄不问出处的热血战场 伤痛 是以热爱为名 而铸就的烈火勋章 胜利 是每一支球队的终极信仰 我们在球场上的每一场胜利 来之不易 需要所有人的团队协作 全力以赴 我们不必害怕任何人 我们要永远学会 不妥协 不放弃 不后退 球员们 狭路相逢 勇者胜 让我们以追梦队的旗帜 全力以赴 好 大家好 我是球队经理人 洪明浩 篮球 是我们在场每个人心中 燃烧的一团火 我们因为篮球聚集在一起 我们待过凌晨四点的训练场 穿过被汗水浸透的球衣 接受着超复合的训练 也承受着心底里 强大的压力 甚至 我们体会过无数次失败的滋味 都说失败 失败 加失败等于成功 我们不怕失败 但我们不想失败 今天的比赛 我们必须拿第一 垫底教练 不属于我们 好 好 野生护卫队 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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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球队经理人李晨 刚才两位经理人用自己的话语 讲述了在这个世界上 或者任何一个角落 甚至是每一个赛场 都会出现的两种情况 成功与失败 但我想即便是失败了 我也希望你们对自己说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别放弃 撑不下去的时候 撑下去 别人跟你说你不行 不要管他 别人说你不是这块料的时候 你更要坚持 你只需要做的事 追逐自己的梦想 仅此而已 而梦想在哪里 梦想 就在我们的眼前 对 然后它就比较我 你更要坚持 就是 那边的游戏 可以 双赛道的排位战 那我们要请首场轮空的 后面的经理人 要回到自己的经理人席位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二位 站到对战的位置 下面有请我们 欧客末方队的勇士 超具神射手 向智超 下一位 明德华强基 孙子杰 球场推普及斗鸣亮 金里人和欧豪的阵容已经公布 欧舍墨方是什么 OK 算了 让你多读读书 我们三位三的球员是 海南球王关野佳 他不会打三位三 海南球王关野佳 豌豆射手 李毅南 咱们的那个推斗机可以把那小孩的可以打一打 大打手 对 李毅南他没劲 但咱们推斗机有劲 野生后卫 江淮 江淮 你跟哪个能赢 我又是差不多 我又是黄的 挺高 他们里边挺高 我感觉不好打 挺高 身高挺高的 我们的第一场三位三马上就要开始了 双方经理人有没有那种 一句就能撂倒对方的狠话 先撂一撂 下一队 我得说两句了 下一队和下一队 因为我们得打两次 人狠话不多 赢了球再说 我们球员准备热身首场三位三现场交给MCE 我觉得虽然他们体型占优势 但是我们这边有江淮 一南 他们的速度更快一些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优势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就是谁打好谁会赢得比赛 东北亮 对面那些你不得碾压他们吗 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在三对三这一方面 对我来说确实难度挺大 挑战挺大 我觉得最严重的问题 还是这个伤病问题 咱们分一下防谁 那个东北亮应该他那里最棒的人吧 他一直在练下去 咱们就不让他打来一下 谁防曾志杰那样 谁多协防点 咱们有点紧张了走 我怕他们输 输了就只能去打5对5了对吧 对 为现场球员 观众介绍本场比赛裁判员 国际级裁判 齐庆 国家级裁判 高一杰 国家级裁判 胡伟男 国家级裁判 饶伟 欢迎四位裁判员 来现场 我们内战第一场3v3的比赛 欧可 墨方队对阵 这就是灌篮队 1 2 3 加油 1 2 3 加油 加油 有操板给到球员支盈币 来决定开球球选 开阀 来吧 加油 加油 脚上身穿紫色 球衣这边 OK 莫方队 曾志杰22号 这下有黄岛对方给到中间 抢起 有 江淮 不用干那么大 没篮 在篮下 东明亮率先拿到两分 黄队这就是灌篮队 攻击内线造成犯规 有 两次 江淮将执行罚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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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把重 一次 快找人 快找人 2比2 马上快速到内线屋 赵淮高高跃起 空中等待 这一记正面风带 带着有东明亮的棚篮 这次来自海南球馆关也嘉 迅速的补防之后 给到自己球队进攻的机会 到外线 李毅楠 不 这次进攻的机会 二次进攻 关也嘉 6号关也嘉 看看观察之后 再利用掩护 来到内线 转移到外侧 4秒进攻时间 抢起 江淮这次进攻无果 但是还有进攻机会 对于 OK模仿这边 一直在丢篮板 这次保护下来 上志超 给到内线 东明亮再来一次 太棒了 东明亮再拿两分 走 4比2 OK模仿队 4比2立先 这下出界 球卷交换 2号 加油 把鞋绑交换 注意3秒 在湘智超这一侧 右边漂亮 3分领中 湘智超一击3分 迅速拉开比分差距至5分 大球 湘智超 马上江淮在左侧 想换颜色 但是这三分没有去上 湘智佳 拿到球 再分 找到江淮漂亮 也找到狼空 找到了 2分打进 现在7比4 湘智超的 上来 速度的投篮 没有命中 现在7比4 都明亮 观察之后决定自己来打 接下来丢球 再到右侧 李毅南再次施射 漂亮 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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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毅南三分打中 7比7 江淮 多斜防 斜防 斜防那个大哥 现在OK魔方队 球权 站到两个牛角 再做手里手之后的掩护 空位 三分机会 江淮 孙智超 美金瑞 神车手从来不怕 比平三分球 再次三分出手 怀疑颜色 这季回应球 让两队比分 再次拉开 10比7 太准了 刚刚那个算是好 让三分宇再下一会儿 10比7 而这边反击 李毅南没有命中这个回应球 郑志杰再给到底线 他敢突一步 祥智超 太好了 孙智超 个人已经拿到8分 12比7 来到黄队 也就是这球是灌篮队这边 看看江淮在左侧 投得非常坚决 但是结果不好 篮板三人在抢 防守防的球 防守防的球 别着急 慢点 慢点 别着急 12比7 OK 莫方队的香智超 个人已经拿到8分 一打一 香智超没有逃到便宜 再给到邓明亮的手上 邓明亮 往里推进之后 剩4秒 香智超 突破 再转 一秒出手 押手 可惜这球没有命中 江淮收下篮板 反手 三分钟的比赛时间 江淮拉空一侧 三位队员都在卸坏 观演家 再回到中间 李毅南又是三分机会 差一点点 孙智杰迅速找到那些 但球被拿好 出界 王队球 这种胖子运不住球 没事 再来 王队球 这就是观伦队的球权 江淮找到一对一的机会 跳不进来 球打中 一打中 王队球 好帅 太帅了 打中 二加一 一次 好球 加罚也中 江淮发挥非常稳定 江淮先罚 先罚去 十二比十 战志超在左侧 被关演家深深抢下 出他 从湖顶的正面突破 曾志杰收下篮板 给到江淮 这边没有跟上 江淮三分机会 暂停 暂停 这就是观伦队 请求暂停 你现在打进 打不进 我毛病 你总是看那个曾志杰 你没看他现在已经紧张了 你们三人防这俩人 那个江淮你不能往下走 明白吗 你的作用就是啥 帮他俩防守 你的作用就是 不要让他过回头来 篮下拿到球 稳一点 不要被随便就把那球打住 对不对 你现在有手感 你只要有好的机会 你就出手 只会露那俩三分露的 没有那俩三分没问题 没事 比赛继续 两分钟时间 看看路似谁手 现在领先的一方 拿到球拳 杜明亮 这一下非常聪明 看队友绕过 没有手里手 但自己往里攻 丢球 再打一次 打球 肖子超 晃开两人防守 打进两分 十四比十 目前他已经得到了十分 他为什么不上这边关野家 肖子超 是关键先生 神射手 现在打中之后 十四比十 OK 末方队已经领先了四分 这边给到传接 但是这球 关野家没法接到 出界 现在领先的一方 OK 末方队进攻 肖子超 好 神射手 超距 这下基地 找到内线 邓明亮 点起 转身 漂亮 再下两分 好的 邓明亮 这没办法 两个方都没防顾 十六比十 对于这就是灌篮队来说 有点危险了 他这次造成杀伤 就撞到打就完了 两次 江淮将执行罚球 第一罚中 阿淮今天非常准 阿淮 这就是灌篮队继续追赶比分 十一比十六 稳稳罚中 现在十二比十六 曾子杰 这球给内线给得并不好 被对方强断 这就是灌篮队 再拿到追赶机会 又是江淮 七号 抛开 出手 被影响 这球曾子杰防得漂亮 但是这边再有一次进攻机会 杜明亮 眼睛手快 重回内线 拿到球 自己出手 可惜这球没有续上 现在十二比十六 继续是这球是灌篮队追赶的机会 给到第一位 再分 漂亮 聪明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江淮再下两分 十四比十六 两分差距 一个运动球的差距 这边曾子杰 已经在控制时间两秒 一秒相至少 拉开 放手 现在光业佳拿下篮板 这次这就是光蓝队 颁平甚至反超了机会 限制度 一对一 江淮 篮板球 两边各有一次进攻机会 按照现在的时间看来 十秒 但总时间还有二十秒 问一点 张队超 对于这次进攻来说 他们打进才能获胜 斗明亮空位三分 没有 但是 曾子杰拿到关键篮板 这要犯规了 只能犯规了 好球 这对于OK 莫方队来说 这个篮板球至关重要 他们再次拿到了一个球权 让对方犯规 开局我们没有防好 向之潮 让他投机了两个 比较空的三分 给我们带来比较大的麻烦 8.9秒 犯规 他们这么明显要给我犯规 必须要这样 这是战术 还有7秒 利用裁判绕了一个掩护 犯规 这怎么会 连犯规都犯不着 4.8秒 第三次 犯规 3.7秒 第四次犯规 下一次是全队主罚状态 犯规 2.5秒 现在送对方上罚球线 这也是落后的一方 去追赶比分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首先要停下时间 加油 我不看了 告诉我进没进 2.5秒 2.5秒 没进吧 没有命中 没怕 没有时间了 我不看了 第一番没有命中 向之潮 没事 没事 多预连 球 不给他投三分 不给他投三分 一次 好球 太好了 发中 干嘛呢 发进没碰球 时间不走表 还有2.5秒 中球了之后 要碰到球上 表还能开 你还没碰 还没碰球 还没碰球 对吧 通过录像回放 确定这个黄队的队员 和紫队队员 并没有触及到球 所以说时间 我们应该调回到2.5秒 还是2.5秒 现在比分 17比14 OK 莫芳队 领先 这就是灌篮队 三分 那球权 这就是灌篮队的 他们将在三分线外 无顶发球 来决定 自己最后 这场比赛的命运 加油 2.5秒 姜怀 拿球 出力手 看看 时间 看看 时间 没有命中 对 没有命中 恭喜 OK 包包队 防下最后2.5秒 拿到内战 3比3 第一场比赛 胜利 恭喜你们 看看在湘智超这一侧 右边 漂亮 三分命中 在做手提手之后的掩护 空位 三分机会 湘智超 Making Ring 看看突一步 湘智超 太棒了 这下基地找到内线邓明亮 点起 转身 漂亮 空位 三分 没有 曾智杰拿到关键篮板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队员在场面拼搏的这个状态 他们自己的付出 他们的努力 然后去为这支球队 去拿到了最终的胜利 还有 打 不是 没事 好笑 好笑 首先来听一听双方的教练员 对于之前的战术部署 觉得这场双方球员完成的怎么样 因为大家可能更多想倾向于打舞队伍 然后这三位球员今天他们站了出来 去承担那个责任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和为队伍贡献的这种想法 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拼尽全力 就可能就差了刚开局一点点细节 朱总这边 我们知道其实面临的球队当中伤病的问题 也挺多的 所以选三为三的这个人选 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 对 对 窦明亮他本身他的那个 怀关节也是有伤 但是我昨天我跟他说 我说我还是想你打三对三 但是在场上面你就尽力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三个的表现 就是让我们全队 在我们下面的这些队员 教练 经理 领队都非常燃 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感动 然后也感谢他们 就是为这个球队 拿下第一场那个胜利 对 对 谢谢他就给我这次机会吧 因为我对这个战略也没有什么球人打 就大多数给他们加加油 在下面滴滴水啥子吧 就也想通过这个三对三就证明一下自己 我也能三三打球 那我们也听听经理人 明浩 看过了你下一场的对手 刚刚的表现 对你接下来的派球员会有影响吗 不会有影响 因为我们非常相信 我们球队的三个球员 朱教练球队的球员确实实力很强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认怂 加油 双方球员赶紧回更衣室商讨接下来的比赛 谢谢 Hey guys remember on the 3 on 3 The three guys is playing 3 on 3 When you guys switch If you switch on a big right And they got a big And you switching this a big Make sure you just dig and help Right Whoever the guy that's on the outside Dig and help and make them pass the basketball out We can test We got a box out And attack the mismatches 大家也知道这个规则 跟马布里战队 然后去争夺这个3v3的第一名 那么第一名是可以有资格 有权利在5v5的比赛里面少赛一轮 所以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名 这个3v3的这个队员 也能够全力以赴 在这个比赛当中去争取到胜利 其实你还是就是这个轴 你拿着球就是侧应 然后又侧应 然后就是你们两个外线做一个掩护 然后最终的话 还是以就是都没有机会 就是挡猜结束 说到转换这一点的话 抢楼篮板 内线如果你抢楼篮板 不要运球 就是传出去给你们两个 然后就在5v5线以上的区域 最好是这样 然后传出去以后 然后就直接上去挡猜 给有球的或者给无球的去掩护 都可以 加油 加油 来 我们来 祝你来加油一下 1 2 3 OK 3 2 1 叶瘦不会对 打到你了 灌篮新一季体验升级 右下角出现灌篮按钮时 连续点击等到能量满格 即可感受与球员一样的灌篮乐趣 快来体验吧 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是 我们3v3赛道的第二场比赛 双方经理人请带着各自的球员 来到球场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经理人欧豪这边的3v3的阵容 我们已经看到了 接下来我们请经理人欧豪 明昊介绍一下 你所派出的3v3的阵容 好 由我来介绍一下我的球员们 出声牛犊不怕虎的丁超 面框大魔王李锐 弹票机器孟靖琪 就是看上面 水平篮就已经赢了 这个队还行 有一个内线 然后这个李锐身体 李锐身体好 他帮我帮好 李锐是之前的陆勇王大魔王 我相信他 3v3里面有很好的表现 他就是特别适合这种 一打一三打三这种的比赛 唱歌 但是其实我还挺想问一下 红彪号和马布里教练的 因为我知道你们队伍当中 其实有几位是打三非常厉害的 比如说像白晶 米兰没有派到打三的阵容里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部署 我认为这些人 其实我有稍微有点小不理解了 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下他的意见 我就是一直在担心 我们这个球队的体能问题 因为确实3v3的这个比赛 一个是体能小小大 另外一个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 进行第二场比赛 确实我觉得这三个队员 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至于结果我没有太去 太去关注 来 双方球队和经理人握手致意 我们比赛马上开始 OK 王方 这场比赛对阵双方 OK 魔方队对野兽狐卫队 比赛开始 常常身穿蓝色灌篮球衣的 就是野兽狐卫队 此座球衣的还是OK 魔方队 李锐有面框大魔王的称呼 在三分线外的尝试没有命中 到底是打过一场的球队 在体力上挥手影响 还是对于刚刚上场的球队 体力上的优势更加明显 两个 把两次 造反馈也可以 好球 孙杰 两个 曾孙杰身高195公分 现今只有19岁 敌防命中 1比0 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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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杰党人 超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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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罚中一 李锐这下球没保护好 本来到处的篮板被向智超 从手上深深夺下 向智超利用掩护之后找多明亮 但是转移到右侧曾子杰 这一下投篮篇出 孟敬奇 这球在底线投得不太靠谱 向智超在对面的底线 交一交怎么底线三分命中 4比0开局 给到右侧 孟敬奇再回到李锐的手上 李锐失忆 队友过来 做一个位置的交叉 来到右侧 看看一对一 李锐变相 且中距离 球出界 二球 八盘的 八盘失忆是自对的球 走一 现在四比六对于 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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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空一场的球队 野兽护卫队来说 他们在现在还没有 打开得分的招呼 这边都明亮 好球 好球 快点 孟敬奇拿到篮板 给到外线 丁超距 三分线外 鞋头 还要 我要 杨智超 冯智 神这首 展示神社威力 9比0 自杀自杀 衝上超高 进去党员 进去党员 别慌 蓝队急需一个得分 来环节局面 都明亮 提前推人犯规 Go 打蛋 叶小慧队 加油 比赛继续 李锐给到孟靖琪 上场小打大 孟靖琪中路突进来 孟靖琪小打大突破得分 左手上篮命中 叶小慧队 漂亮 总算为野兽红卫队拿到两分 范智超往里掉 这是大打小的机会 犯规 这一下孟靖琪防得非常地狠 没事吧 子队发球 发到肘部 在明亮这边想给基地 两人没形成默契 蓝队 来看野兽红卫队 丁超 拿球 在底线没法攻 给到李锐 放头 李锐 你放到头 我就把球送入篮框 蓝队连追五分 士气大增 现在追到差四分 这下篮下防下 还是李锐 还是李锐 再图底线 漂亮 李锐突破 单打小技招 篮下小跳步 压到两分 好 好 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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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放下 李锐 斗明亮 用自己124公斤的体重 在篮下得到优势 力量 手从最亮 进去挡人 进去挡人 挡一个刺 马马 挡人 罚球 挡人 快 快 内线的推股机 斗明亮 拿下这个加拔之后 比分来到12比7 12比7 慧敬奇 非常敢打 小打大 抛头为重 篮下 球转移到外线 向志超 向志超聚 给到曾志杰 看看 出身牛途 不怕虎 曾志杰冲进篮框 斗明亮 再拿篮板 犯规 好球 好篮板 我们球 打到他脚上了 打到他脚上了 篮的犯规 紫的球 篮队犯规 紫队的球权 这次不是一个投篮犯规 放手 领先方 12比7 领先5分 沈志超 第一下没有机会 再做手机手 看看再突 李锐 沈志超 位置很深 转过来 被李锐有干扰 李锐 防架接球 为球队拿到进攻机位 两人在坐手机 左侧的一对一 现在防架一个 看看李锐 背转身 停顿 出手 自己再拿篮板 再起一次 第三次 李锐 好 三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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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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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住一人 中篮以后不能移动球 好老师 紧倒一次 再出现技术犯规 中篮以后 白云拿球 加油 对 对 风手 篮板球 12比9 野兽护卫队再追上两分 现在三分的差距 李锐 把他的球 为球队再追两分 孙子杰 孙子杰 比较多明亮 还是一样的发球起始的方式 这边孟敬奇 现在进入全队的惩罚状态 所以这一次犯规 也让对方站上罚球线 犯规 犯规 发来 两次罚球 敌伐命中 13比9 什么 挡人 不用装起 超距 神射手 两发中一 这下 看看球权在蓝队这边 敌方 防守 加油 李锐 右侧再抓到一个小打大的机会 李锐往里推进 再出来杜明亮 防守的站位也非常不错 李锐再往里抹 好 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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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球 香子超封盖之后还拿到球群 给到洞明亮 冲击篮筐 这球没有掉入篮网 香子超再拿球 还是直队的进攻 好 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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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比九 比赛继续 李锐现在这下对方还是放头 李锐在正面没有拿到这个三分 出界 丁超在拿球的时候采线 好 挤得 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 要继续地保持防守的强度 才能拿到进攻的机会去追赶比分 杜明亮漂亮的穿球 这一下自己的队友还是能拿到 但在进攻的时候被盖掉 曾子杰没有完成这次进攻 丁超聚 丁超聚 这是高中生之间的对决 丁超 左手 李锐再次冲击 造成杀伤 好 太棒了 来吧 两次 李锐拿到全队九分当中的七分 第一发发中 李锐有着面光大魔王的外号 两发全中 十三 十一 两队在一个运动战进球的差距 还是坚持打到内线 反规 斜反规 斜反规 好 好 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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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抢这个 狼马 第一发发中 好 第一发发中 对于蓝队的三位来说 确实防杜明亮非常吃力 这次赶紧抓住机会 把球给带出来 再给李锐四分差距 李锐冲击篮框 左手没有命中 蓝板 李锐一打二 再来一次 非常可惜 作为领先的一方 现在在控制的时间 防人机 再利用厌护 看看 这次没有命中 十四秒为例 进攻时间的 这位打死我 还要二十七秒 防守 防守 让丁超给你演货 让丁超给你演货 这把 这两边的队员都站了起来 丁超 好 给到李锐十秒 李锐三分 这次 冲击篮板 孟敬奇高高跃起 拿到篮板球非常关键 李锐再获一次 五分比十四 一分差距 犯规 还有8.6秒 两队一分差距 准备 弹马 领先的一方 湘子超将进行罚球 第一番没有命中 好 没关系 这球罚球未中 也把比赛保留了更多的可能 罚马 第二把罚中 球权这边李锐拿到 看看 5秒 4 犯规 裁判实际先犯规 好球 可以 裁判 裁判 裁判老师 老师注意 老师这边经理人请求暂停 裁判 6秒 还有4.2秒 不是 6秒 他上完了 那个表才停了 按理说应该犯规的时候 那个表就能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他拿了裁判的表 好 上套 核对一下 就刚才那个停表时间 裁判要吹哨以后 那停表时间 看看时间 看一下 和对一下 和对一下 快速拿球 快速拿球 看着脚上的机会 突破 拿到球突破 加掩护 加掩护 直接往南下切 直接往南下切 然后切的时候 你往上走 切的时候 你往上走 我知道他往下切的时候 对 是这样的 打进的转换 一定要找人 别给三分了 不要犯规 不要三分犯规 不要三分 可以提前犯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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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加油 这个时间没问题 没问题 保持这个时间 你会撞到三分钟 还是你转向右 如果转向右 转向右 转向右 最后确定 时间 4.2秒 最后确定 李锐 只有4秒了 只有4秒 从开场的0比9的落后 放手 对于野兽护卫队的球员来说 他们还在不断努力 来 重新把你们声音拿出来 4.2秒时间 蓝队现在球全 落后两分 李锐 公国 配转时 配转时 配转时